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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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班長好 好 好 我們進破怎麼會不會緊張呢 是不是有特務不是要來停破的嗎 我跟老闆報告一下喔 我剛剛有打電話過去問啊 對方說我們的進口貨櫃啊 這次海關電腦抽中C3M人工查驗 海關現在正在集集中查驗區查驗 等放行後啊 貨櫃就會拖進公司進倉了 那個時候才會讓客戶去貨 可是時間會晚一點喔 那我們要跟客戶講清楚啊 你們一定要趕快跑一趟好不好 是老闆我知道 老闆老 早早早 今天我們進口貨怎麼這麼快就全部進倉了呢 我跟老闆報告一下啊 因為海關現在有一種叫做X光機貨櫃檢查驗啊 然後這次的進口貨櫃啊 海關電腦抽中C3X 就是利用這種X光貨櫃檢查驗來查驗 擦的查驗過程啊 只需約10分鐘左右就可以完成進倉了 然後啊 比我們上次啊 那個抽中C3M人工查驗啊 通關的時間大幅縮短了3.5個小時 對提升我們公司的相關作業幫助很大呢 啊 還有老闆啊 我家隔壁那個王先生啊 幾天前他的高級轎車被偷了 也是在賣出口前啊 被海關利用這台X光貨櫃檢查驗給掃描攔截 不然早就被賣到國外去了 這麼厲害喔太好了 現在海關通關作業已經跟時代在進步了 各位老闆 聽說啊 目前海關啊 為了達到通關並且啊 及貨物機動安全的優質環境啊 在各貨櫃常設置的貨櫃警察這種高科技的產品啊 然後以及一種叫什麼 像RFID啊 電子封條 海關啊 像這些資料啊 都已經做 都已經做成宣鬥短片了 放在海關的網頁上 供業者及民眾觀賞 那老闆 我去看一下電腦齁 看看那台X光貨櫃檢查一張什麼樣子 好我們去看看台灣最新的公貨櫃檢查 老闆請坐 老闆啊 我朋友上網看過啊 跟我說啊 在期末首頁打高雄關稅組 然後疊血進去以後啊 在其他方號可以 官具啊 然後電子封條 會出現現代化海關標題 總製作四個中英文的單元啊 那不然我們先看一下那個貨櫃檢查 跟RFID電子空調好了 高雄關稅局建置機動式貨櫃檢查儀 原始於台美親屬貨櫃安全計劃 Continue Security Initiative 簡稱CSI 主要為使用高科技之非侵入性檢查設備 對高危險群貨櫃做快速有效的檢查 近站管制員 負責指揮貨櫃交通動線及排序 引導授權貨櫃車近站 收取貨櫃相關文件 憑貨櫃運送單和對封條 貴號無額後 指揮貨櫃車進入掃描檢查位置 由系統操作員搖動拉桿 進行前進後退掃描 影像判讀員 利用儀器各項影像分析軟體功能 放大縮小影像 以局部強化對比功能 顯現物體特徵等 判讀影像是否正常 掃描完畢 引導貨櫃車至完成檢查區 等待儀檢結果 影像判讀無以狀 准以放行 善打時間 交給司機評以出站 海關 除配合美國境外反恐需求 檢查美國貨櫃安全計劃 出檢之 出轉口貨櫃外 更可將此高科技之精密儀器 擦氣貨櫃走私 增進貨櫃檢查效率 加速貨櫃通關 提升國家競爭力 運用S光貨櫃檢查儀 估計每年 為廠商節省通關時間 超過30萬小時 節省人工查驗費用 約新台幣7億元 高雄港 位於全球知名之貨櫃港 每年有100萬職以上 轉口櫃進出口 私銷經常利用在運送途中 從事吊包走私 基於貨櫃運輸安全前提下 高雄關稅局 建置電池封條監控系統 配以自然人憑正 遮上單元 RFID電池封條 構成一套安全便捷之 全面制動化監控系統 所有貨櫃均能快速進出港區 高雄關稅局 轉口櫃RFID電池封條 押運系統之成功建置 將渴望於WCO 世界光物組織推動之 全球貿易安全 與便捷標準架構接軌 達成貨櫃運輸安全目標 實施RFID電池封條 估計每年為航商節省貨櫃押運費用 約新台幣1300萬元 我想不到海關這幾年的進步非常快 空方非常順利 難怪我們許多客戶跟民眾 都說海關現在的服務很讚 對啊老闆不會感覺得出來 對啊老闆不會感覺得出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